在今天白天 微弱的東北風影響 這北部地區的雲層量 也都增多了 那迎風面的北部 跟北部海岸線東北角地區 有一些些零星的短暫雨出現 但在明天 隨著東北疾風 還要再增強 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就在於清晨的時候 中南部的平原空曠地區 還有包含了山區的部分 都會開始有一些 局部性的濃霧的狀況出現 所以清晨出門行車 清晨出門要上班上課的朋友 你要特別注意了 但明天白天的高溫部分 北部的朋友會發現到 越微地轉涼了 今天的北部高溫23 南部的高溫27度 明天都下降了 北部的高溫約在20度左右 所以往北走 天氣濕濕又涼涼 降雨的狀況略微地增加了 而到了明天晚上的時候 北部的低溫 會比今天晚上 再下降個1到2度左右 所以騎車的朋友 要特別地注意保暖 週五的晚上的天氣形態來說 是頗有一些涼意的 但目前看來 華南雲帶的影響 這溫度也下降 濕涼的感覺會持續到禮拜六 來看一下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面可以注意到 台灣上空的雲層發展量來說 在今天白天的時候略微增多了 有一些南方上來的水氣 還有一些華南的雲帶 正在逐漸地冬移 而在明天的時候 隨著北方的高壓 帶進來的東北季風 略微地增強 再加上華南雲帶的冬移 濕涼的感覺在週五到週六的 中午之前明顯 而到禮拜六下午 華南水氣帶減少了 給方的高壓 週日也冬移了 所以禮拜天溫度再上升 下個禮拜一的時候 隨著到週日晚上 另外一道封面接近 下週一的溫度又要再下降 來看一下 今晚到明天的溫度了 晚上的外島地區天氣有點冷 在馬祖只有11度低溫 在金門15度 降雨狀況都增多 台灣本島部分 北部今晚17 中部17 南部18 明天的高溫也都下降2到3度 小丁寧給您一個提醒 特別注意 中南部清晨有霧 行車方面要注意 還有往北走的朋友 記得要攜帶雨具